很久没直播过了 我觉得他能和我一起直播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很珍惜 我就一直坚定的说 我今天晚上要直播 今天晚上要直播 就是这样的 你的证就是合法了 对啊 他之前五月份的时候 他就说 要不去把结婚证给扯了 他说早点扯结婚证的话 他说 这样你就更踏实 更有安全感 我就不敢给我家里的人说 现在我就姐姐阿姨吗 我跟你们说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 然后我的家里 目前没有一个人 是嫁给外族的人 所以我是目前顶了很多压力 前两天我给我家里的人说 他们都说我 他们说 你是目前第一个 在这个家里面是和外族人谈恋爱 然后还准备结婚 所以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平时我给姐姐阿姨们说过 我说 我什么都很听话 但是婚姻的话 真的我也想 就是 我真的不想相亲 我想 靠缘分嘛 因为两个人相识 肯定一定有 一定的缘分 早点休息 夜子累了 他还没有睡 他好像在坐着 他真的没有睡 这样的 然后我就给我家里的人说 可以和外国人结婚 是可以和外国人结婚 但是每个地方 就像你村里面 尤其是在村里面啊 哇你和外国人结婚 那可能 你要接受很多人的 四四非非合作 还有你父母他们的看法 所以的话 我觉得啊 就是我也很珍惜 我们两个相遇 这种缘分嘛 姐姐阿姨们都知道 就是 我和他相识 真的全靠 我们两个 就是命中注定缘分 你看这个地球上 有十多亿人 对不对 就像你们现在 在我直播间一样 还不是缘分呀 我也没有掐着谁的脖子 让谁一 飞着 就是必须喜欢我 对不对 就大家就是可能 第一感觉 或者说 相处久了 就是父相的喜欢 就是一种敏感 就是你的性格 可能你喜欢我 然后 我们两个相识 也是命中注定缘分 如果我把这个缘分给断了 那可能我也有可能 我遇不到 像他一样 保护我 守护我的男生了 对不对 有钱 改变基因 你这个话 你说我怎么说呢 虽然他很优秀 我说过很多次 他很优秀 但是这个东西是别人努力了很久 也经历过很多失败 才走到今天 而并不是他一步登天 也不是因为他是什么 富二代呀什么的 他不是 他也是靠自己创业 走了 失了很多苦 踩过很多坑 经历了很多心酸的事情 别人才成功 才会有今天 那我身边有很优秀的人 那我身边有很优秀的人 我肯定要就是看到 就是你看他也提升我的境界 让我认识很多优秀的朋友 让我去见很多世面 我觉得已经算是自己的一种 就是幸运了 对不对 在这种环境下 我觉得我也可以成长得很快 那也是一种幸运 对不对 很多姐姐阿姨们和我妈妈一样 就是都希望我越来越好 就真心的希望我越来越好 没有一个喜欢你的人 希望你越来越不好 对不对 就像很多人说 喜欢我在家乡的时候 但是我也想天天在家乡 但是不现实呀 我家里面有老人 还有家里面有很多我的长辈 包括我自己的父母 我不照顾谁照顾 除了我自己 我是他亲生的 还有谁会照顾他 如果有一天他病倒了 或者说他需要我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 那也没用呀 所以我必须要出入社会 我要努力 我要才能保护好我的家人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这是事实 就是现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也有自己的 我不像其他的 就是说长大了你就可以放飞自我 并不是 我越长大我的责任越多 因为我有我的父母要照顾 知道吧 就算我妈妈感冒 除了我 就是可以 从头到尾的 一直就是照顾呀 关心 别人一辈子 谁的女儿 会一直这样去照顾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是也希望家人们都健健康康的吧 因为在这个后年晚上 大家相识也是缘分 我希望我可以给家人们带来更多的开心 我也收到很多姐姐和阿姨们的祝福 我也带着这份真诚的祝福 我们会越走越好 然后包括很多家人以前 希望我们在一起 到后来希望我们两个订婚 然后希望我们结婚 希望看到我们以后的孩子 以后的宝宝 就是还不是就是说白了 就是希望我看我这一路的经历和成长 对不对 那我如果一直原地踏步 我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呆在这个地方了 嗯 几年是独身子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话 就是可能你是新粉 哇 现在马上都十万人了 直播间好多人呀 已经不很大呀 反正我一直都觉得 就是永远地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 珍惜身边的一切 这辈子活着就是这个一 每天这样的话才会越轻松 就要轻松很多 就想得越简单 就越容易幸福知道吧 所以我就是只想现在珍惜身边所有的一切 包括希望我的姐姐和阿姨 包括身边的人 谢谢啊 感谢姐姐姐和阿姨们的关心 对 我以前就是刚和叶总在一起的时候 今天是一个幸运的人 对 我很幸运 我真的很幸运 我觉得自己真的 你看今天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现在直播间九万五的人 好多人呀 所以的话 你说怎么说呢 我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才能 就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和认可 还有这么多人的祝福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 今年你去买两套睡衣在家 你穿着很舒服 我直播我也不可能穿睡衣啊 对不对 家们 你是先苦后甜 但愿吧 但是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的 你舅舅同意吗 你说我和他之间的婚事呀 嗯 怎么说呢 刚开始啊 就是我家里的人肯定还是 会觉得我是不是冲动 有没有想清楚 这是婚姻大事 就会很严肃的给我说 但是经历了这么久一年 我一直对我的家人 我一直对我的家人就是很坚定 非常的坚定 我没有一丝 犹豫过 因为我觉得他对我真的很好 我给我家里的人说的啊 第一我觉得他性格很好 然后第二他的脾气很好 我根本就不管是以后怎么样 但是我看见他对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个样子的 一年多了 我可能和他朋友吃了上百次饭了吧 他身边很多朋友我都认识了 他对朋友也是很真诚 对待公司的人也是很大方 所以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啊 你和他该在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细节 你都会看得出来对不对 所以我就给我姐姐 我就给我的家里的人说的 我说他的性格真的很好 而且他很善良 然后脾气很好 我们两个也很合得来 就不会说两个人脾气的很绝 然后容易矛盾之类的 没有 所以的话我觉得很合适 在我们家乡 我这个年龄 毕业了之后是要相 就如果一直不嫁人是要相亲的 真的姐姐阿姨们 但是我接受不了相亲 我们那边相亲 我给家人说一下啊 是怎么相亲的啊 就比如说 我明天然后我的家里的人 就让我去一个地方 说走去相亲 好了我带现场 我看这个男人长得一般 就看得过去 然后家里的人也站在我这边 看看对面家里的人 我觉得这家人还不错 然后就喝一个浇杯酒 OK就定下这门婚事了 然后就不能退婚 如果退婚我还要陪你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没有相处过 不了解对方的性格 生活习惯 就这样相亲 嗯 就我一次一次都没去过 我家里的人也没让我去过 所以这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家里的人也没让我去相亲过 然后所以我这么久了 我家里的人刚开始你说他们 觉得我们两个订婚这个事情 同不同意 那刚开始他们肯定还是有点难接受 就问我考虑清楚没有 但是经过这一年多 我一直都说我决定了 我说我很坚定 就每一次不管任何亲人说 我都是很坚定 然后他们就可能也就祝福吧 所以现在他们我和他订婚呀 这些他们也就是祝福我 就希望只要你喜欢 你觉得你们两个过得去就可以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叶总的话 你说订婚这个事情 他怎么看 就是他也对我很坚定 知道吧 那你说他没有选择吗 在社会上 毕竟他社会认识是这么多人 这么多资源 这么多朋友 你说找个老婆 那很简单呀 家人们对不对 但是他也很坚定 他也对我很坚定 所以两个人坚定 所以这个月就 月底的时候就订婚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月底就订婚 然后下个月我们就扯证了 家人们 然后今年我不能结婚 因为我是酸素年 所以我们必须二一二三二五才能结婚 我明年才可以结婚 所以我们就想的是今年不能结婚 他就说先订婚 订了婚之后扯证 婚礼补办 那就等我移族年过完之后 我就可以结婚了 哇好多人呀 十万多人呢 可证不是结婚了吗 也是嘛 但是还是想办一个婚礼的现场呀 那现在这个社会上 大家不就是都办了这种婚礼吗 我知道以前我妈妈她们那一辈 就是扯个结婚证 就没有了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的话 大家 她的朋友也比较多 所以明年肯定 大家还是会想着 办一个那种 结婚的现场 谢谢啊 感谢姐姐和阿姨们的祝福 几年你十四号去云能吗 是的 是的 家儿们 怎么预约 我再开推一下啊 很多阿姨都在说怎么预约 预约在这个左下角 左下角有个预约 这个是我十四号 七月十四号 就是明后天 后天左右 早上十点 是这样的 去年我十一月份的时候 分享过农产品很多 姐姐和阿姨喜欢吃的 羊肚菌 还有这个叶总和的这个包子粉 这些 家人们都很喜欢 然后我已经七个月 半年多没有分享 大家都吃完了 所以的话我就想的是这么久了 那我就亲自去一次云南 再给家人们分享一次 但是这一次去了 不知道下一次是 多久 所以的话就是 如果你们需要的姐姐和阿姨 可以点这个预约 预约直播室 到时候他会有提醒 左下角有个7月14号 早上十点 对 这个预约可以点一下 星期天吗 是的 包子粉喝完了 到时候有 但是应该不多 如果不需要的姐姐和阿姨 就和叶总一样喜欢 爱自己的 比较注重这方面的 就可以买包子粉来喝 如果比较懒得姐姐和阿姨 就不要去买 不要浪费 因为我一直都说 不要浪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不要买 对不对 我不像就是说 让每个人必须买什么东西 我直播 我一直每一次分享东西 我都是直播也好 私下也好 我一直都是给每个阿姨说的 都是大家喜欢吃 就买 不喜欢 就不要去浪费 给那些需要的姐姐和阿姨们 对不对 最怕的就是那种 就是 不喜欢 然后自己买了 然后又说 是 又说是 别人的错 所以的话 我这个人 我就是做 不能就是 我要对得起自己 所以的话 我每次我都是给家们说的 那些直播间 11万人了 大家都知道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不喜欢吃的 不要买 浪费 给那些需要的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 就比如说 杨肚骏很多阿姨 就天天催我 好久分享 好久分享 我说 嗯 下一次 所以的话就是 如果你不喜欢喝 汤 你就不要去买羊堆 就因为你不包汤 对不对 谢谢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 嗯 早点休息 对 过个几分钟 我就休息了啊 是不是真情侣 你现在都还在质疑 是不是真情侣 我才20多岁 因为我敢 闹得这么大吗 这是婚姻大事 我这样闹着 我图个什么呀 我以后不嫁人吗 我肯定是自己 我肯定是我们两个 是真实的 就是记录美好生活 就是以后马上不是订婚了吗 订婚这种事情 谁敢开玩笑呀 别人敢的话我也不敢 因为我家里就我妈妈自己 我一个女儿了 我不能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 对不对 我拿自己名声开玩笑 我和叶总订个婚 我 然后我以后 对不对 我以后我还要结婚生子 我是个女孩子 我肯定也很注重这方面 我家里的人不可能让我 如果不是真订婚 我们这种少数民族家庭 很重视这个 不可能让你去这些地方 还要拍这种 今天说话很真实 对啊 马上订婚 下个月扯证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到时候扯证的时候 也会拍一个视频 直播也好 拍视频也好 那个盖章的东西 对不对 盖章的东西 那肯定不敢开玩笑呀 今天是个好姑娘 我一直相信你 谢谢啊 谢谢这个阿姨和姐姐的信任啊 今天每次都是说话很真诚 什么都说的 我就是有话 我就直接说 我反正我对待每一个阿姨 我都是很珍惜的 就是我也不会去 从来我不会去说任何阿姨的不好 我从来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然后我也不会去再 就是和任何阿姨聊得不愉快呀 什么的这些 我也不会有的 所以的话 我也很珍惜 每一位喜欢我的阿姨 那如果不喜欢我的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也不会去走怪别人 那每个人 他可能只喜欢你一时 有可能就是有的人他会陪你更久 就像情侣一样 有的人结了婚 幸福了十年 然后又分开 有的人就白头到了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珍惜在之间相识的这个日子 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 所以的话我会很珍惜和每一个阿姨 或者姐姐 包括和阿 包括和我的父母 我的爷爷奶奶 我都很珍惜每一天 因为人这一辈子 活着就这几十年 我就每天我就觉得这么多人 爱着你 这么多人就是关心你 我就觉得真的 别人凭什么关心你 对不对 和你没血缘关系 但是 嗯 这么多阿姨和姐姐 她就是很关心你 那别人就说明人家喜欢你呀 真诚的喜欢你 那我就珍惜身边的一切就可以了呀 扯证 嗯 扯证在下个月 这个月是订婚 是不是太快了 我刚看到有的姐姐和阿姨说 国庆吧 国庆日子好 真的呀 但是我们已经给家里的人都说了下 这个月底了呀 不再改的话我觉得不太好了 和朋友也说了 朋友这些都说了 都是这个月月底 太快了呀 哈哈哈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 家人们 就是 嗯 哈哈 因为给朋友说了 然后也给家里的人说了 真的 改国庆的话 我给家人说实话 等的有点太 嗯 要等三个月 对 感觉 感觉 这种 不能去改 不好去再给别人说了 所以 国庆的话 可能 就是 不可能 就 要这个月底 家们 就可能订婚了 因为给 他的父母 我的父母 朋友 兄弟 都说了 好吧好吧 大家都在说早点休息 好的 那些姐姐和阿姨们今天晚上熬夜了 然后大家聊得很开心 然后 晚安 好梦 久等了啊 祝你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然后做个好梦 晚安 爱你们哟 晚安 拜拜